食用油价格下个月全面调涨 槟城杂货行行长及槟城小贩商业工会 对于政府调涨食用油价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槟城小贩商业工会会长林东英指出 大马本身出产棕油 让国内棕油提炼的食用油涨价是很不应该的 因为食用油涨价将会冲击小贩及餐饮业者 导致营运成本增加并引起连锁反应 届时熟食市场上恐怕将会迎来 另一股涨价风潮 冰城杂货行行长梁景辉也认为 在这个时间点上起价不合时宜 对即将半年获得消费者 非常不公平 反正坚确的反对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期间 就是在我们要过几个月 就是我们会农历新年的 在这个期间我们要准备一间新年货 煎煎炸炸 只要用到很大量的油 另一方面 记者在访问槟城阳光百货市场时也发现 百货公司里开始出现抢购食用油的现象 每个人的购物车里都放着至少一贯食用油 几乎所有五公斤桶装食用油 早已经被抢购一空 严重缺货 阳光百货超市集团高级经理黄世强说 食用油涨价新闻出击之后 昨天晚上即刻掀起了一股食用油抢购热潮 餐饮业者一般使用的五公斤桶装食用油 目前可以说是已经断货 该公司甚至限定顾客 每个人最多只能够购买十公斤食用油 NDV7 槟城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